我们看今天的新发是有一点调整啊 上了双内线 韩德军加上胡金秋 跳球之后呢一番争抢 还是中国队把球拿到 上了就首个联防啊 有点机会怎么样 好球 中国队这边应变的很好 没有说一上来碰到联防 这个有这个不知所措的情况 打得非常有针对性 出分之后找低脚配位的机会 那么内线呢 我们这边是胡金秋搭档韩德军 外线这边呢 线发是胡明轩 然后再加上这边三号位上 应该是任俊飞 然后最后二号位是吴前 跟之前的线发相比呢 没有让余德豪继续来打这一线吧 咱们这个内线组合 因为实际上胡金秋他平时打五号位 实际打的也是比较多的 那他和韩德军一起搭档呢 在场上这个高度是很理想的 但是就是在空间上 可能要稍微打个问号 因为胡金秋虽然有比较强的中远头能力 但毕竟不是他就是最强的这个进攻手 对 胡金秋的中头还是相当的厉害 但是他三分球远头还是在开发当中 咱们就是做一横向比较 比如说跟这个余昌洞来比 余昌洞三分就扔得特别 他余昌洞的三分现在算是练出来 没错 但是以现在这种就是对空间和移动要求比较高的 这是所谓这个新潮流的打法 往往需要就是说丝毫也能拉到三分线外 这样才能把这个余昌洞 韩德军在内线人这么多情况下想玩个备孕 很敢做动作 那这样一次输入呢 咱们的退防的时候只能是用一个建筑犯规 还好这个犯规没吃亏 安哥拉上一场输的确实比较多啊 所以说看得出来开场之后邱雯们在试取上吗 还是想要去找回一场 还没有用这个 看来是上手感还没有找到 这边跟进跟的很快 中路内线跟进跟的很快 韩德军的身高明显占优 加击来了 好球 这球好气 就差那一口气 韩德军这个球给的很贼啊 大韩的内船内呢那是相当有火 从对方两个人当中把这个球给送回 因为在辽宁队的时候 大韩就经常跟大外园同时上场 所以对这种内船内的技术是非常的高 那胡金秋之前在这个俱乐部队呢 他因为有大外园的存在 所以说打四号位的时间其实还蛮长的 但是之前 这种人老说的国家队在使用他的时候 一直是想把他顶到这五号位 说实话按照现在这个打的越来越快这个趋势啊 你五号位的这个移动能力 在这个尤其是防守端 或者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没错 包括之前对斯多文尼亚的三场热真赛啊 咱们从防挡拆这效果上来看 那胡金秋在场这效果确实是好 那就是除了高以外他快 万一不小心形成换人吧 他能跟得上这方的就是后位 没错 包括延误之后的回背啊 这都是不错 也会比较轻松 不会给自己轮转造成太大压力 这这算是一个非常贵的特兰姿势 想要往回旧呢 踩现了 这个开场头几回和中国队这边 防守的压力还是比较理想 安哥拉队上来是标准一记三分的 但是接下来连续两次投篮都比较离谱啊 这边胡金秋直接一跳龙刹到篮线 我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安哥拉队他确实也是做了功课了 开场刚这几回和就已经在防守方面 展现出了比较丰富的变化 开场之后的联防 然后自己这个从攻转手之后 迅速就落全场的这种防守 并且呢针对于就是中国的这边人员 个人应该研究也比较透 像大韩低位一接球 这个主动的夹击 可以看功课确实做得很足 我第一手传过来 准备 哎 哦好的 一球抢到了啊 目前 这球应该是被删出了底线啊 所以说是前场球 我女孩最后碰到人身上 就大家都在互相指对方了 嗯 现在看一下啊 底角有一个机位 哎 得 正在这 哎 等会儿啊 这是在之前底角这机位 就被撞飞了 就无限还没开始投篮 对 已经被摄影师辛苦了 是 在往里调 这边调的比较飘啊 咱们这一个回合啊 就公了实际公了两次低位 咱们也可以看出来 安格拉这边虽然身高上 相对对位上有点吃亏 但是这个身体对抗还是 力量非常足的 对 而且他们对大韩这个点的防守 是非常注意的 只要一接球 加击马上就过了 这就是确实是比较高规格的待遇了 因为如果说 对他的这个进攻能力 没有这么忌惮的话 往往球就会安排自己的队员 在持球队员运球第一下 之后甚至运到第二下之后 才上加击 这种只要接球就加击 这种是属于最高规格的领域 我觉得胡金秋点到篮板 但是没有拿住 不 胡金秋就地是一个紧逼防守 想断了防城了 漂亮 三打一 这是刚才咱们说啊 这是胡金秋作为一个内线的人 他在场上这个活动能力啊 这个移动速度啊 这球队非常有帮助 是啊 像我们这个球我们注意啊 他防的是对面 比自己矮的内线球员摩尔 他一个高个球员 防一个矮个球员 最后把球给抢弱了 对 然后这移动能力还不输对方 这边安格拉是命中了自己首截的第二个名战地球 看中国队这边半场运转战术 不是很顺畅 因为对方对无球队员施加的这个身体对抗 比较比较激烈 是啊 嗯 嗯 我们看到呢 刚才 哎 这会周战东上了 咱们还在讨论说周战东这边到底会不会上 但实际上呢 周战东和阿尔斯兰他们这种 都属于这种 救火队员啊 哎 这个在先期公布的第一批 甚至第二批名单里 实际他们都是不在列的 但就像咱们刚才说的 因为现在蓝队一毫倍上的情况 是比较的捉襟见着 确实是需要人 哎 诶 正面 传队奖动作 压少出手 啊 这一下的出手非常的出手 对这时间真是够有把握的 没错 其实你在鼎湖这个位置看到快到点了 一般人就不敢往里面了 一般人就就投了 并且尤其他也是有这个名利的 嗯 对于任俊飞来说呢 可能 他这种行进间的攻击手段 比起外线的远投啊 还要更有把握一些 运动员关键时刻还是相信自己的本能 对直觉 这边呢 安格拉队又是换人了 换下了摩尔 换上了3号 叫顾塞尔维斯 顾塞尔维斯 顾塞尔维斯也是安格拉这支球队里边最年轻的球员之一 是96年 随着安格拉这支内线堆位最足的摩尔被换下 嗯 知道中国队里边会更有针对性的去找对方的练习 但是他们换上鲁本家 鲁本家在第一位顶房的时候呢 也是有一定的独到之处 看看他对位大发 哎呦 这边直接抢不到了 在这个空手生活当中啊 这边压力就比较大 对 但咱们配方走的阿尔很到嘞 这边又是一次不太应该的失误啊 这等于是连续两次失误 对方这个身体能力啊 确实展现的也比较充分 嗯 这也算是抓到咱们蓝队一号位上 人缘不足的一个点 黄金秋 十球的强攻 确实你看一下 母本家如果去对上胡金秋啊 俩人在灵活性上是没法比 并且对方身体对抗能力再怎么强 这个高度上的这个劣势 但是他是没法比 没错啊 这是一个远头不顺 带给胡金秋 这球被防守干扰到了啊 实际上是一个夹击之下的经过 对啊 对方啊就是就算在不加击情况下 一般这个收缩幅度也比较大 内线时钟啊比较拥挤 对啊 我们看这会儿呢 是同时换上的李小旭和吴浅 然后让胡明轩下场休息 且要内线这么调整的话 那胡金秋应该就会被推回到五号位上 对啊 那这样的话咱们整个进攻端的空间会更好一些 莫雷拉 莫雷拉这个球转移的还是比较耐心 但是咱们的防守同样也很到位 这球很果断啊 对啊 好 那么这个远投命中之后啊 安格拉队直接叫了暂停 因为确实这套阵容跟咱们蓝队之前的阵容可能不是那么太一样 相比于打斯洛文尼亚时候阵容呢 像李小旭啊 像这个周震东啊 都是没有打过斯洛文尼亚的球员 那这段时间呢 确实咱们也做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 就是加强了外线的投射能力这样一套阵容 并且呢我觉得安格拉这边请求暂停呢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考虑的是 咱们在比赛一开始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阵地战当中啊 还是说在全场 就是安格拉这边发挥他这个 个人身体力量比较足 运动能力比较好的这个优势 把咱们这种就是空手的运动 不光是持球啊 空手的移动都干扰的比较厉害 刚才一开始出现过就是 后卫已经进入半场 落了阵地 然后叫队友跑战术 几秒钟过去了 这个战术都没有跑起来 被对方完全就把这个跑位的人给顶掉了 卡住了 但是呢这两个回合 这个咱们逐渐开始适应对方这个身体对抗了 刚才这两次 战术运转就开始比较流畅起来了 出了这种就比较顺比较空的投篮机会 大家可以回想之前几次都是 就是虽然难度很高 但实际上都是顶着两个人三个人 在非常拥挤的情况下把球打进去 甚至有时候这球还没转到能出手的时候就失误了 所以对于安格拉防守 他现在最大问题就是说 不是说进一两个球的问题 而是说他们的这个防守的这个强度现在对不上了 就是有劲是有劲 但是没处使 你顶不到人身上那是没有用的 那可能这是他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没错 但是以安格拉来说呢 他进攻端的问题同样也是比较大 并且咱们这边现在防守主动 咱们有变化了 咱们这边总共守了一个全场防守 等下之后是不换人 这球是几乎防成的一个24秒 对 这方是被迫压锁出手 可惜 可惜 除了几乎那么高实际 这个球可以掉高球 直接往天上扔就完了 这个下盘 对方本来这个身高不占优势 但是脚底也坏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优势的空间 这球被迫换人了 好莫雷拉直接黄起了力要去 但前面有点劲 就是莫雷拉呢 作为安格拉队的这个 这个 在转换中呢 这块是有一个身体的接触 今天其实从一开场 这种无球的对抗动作就比较多 是 莫雷拉呢 作为安格拉这边的 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球员 但是他因为在身高上 对上中国队这个阵容是比较吃亏的 对 所以说他的能力呢 不太好发挥 哇 这个可真的 看一下 这应该是在之前有一个动作 对应该是之前 因为是出了这个情况之后 然后双方才起纠纷了 没错应该是刚刚在篮下的时候 莫雷拉起那一下 可能落地的时候 他砸到了这个任俊飞的头 对不知道能不能在这个镜头 还能不能回得去 这边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这边也很友好啊 这个主动过来问候一下 是 看他跟刚才裁判交流的 虽然听不到声音 看这个交流的动作 好像也是说这个手肘落下来 碰到 不小心呢 好球 正面的一个无球掩护 对 安格拉这边防守 就是扩的 这次扩的比较大 但是篮下就空了 李小旭上来之后啊 他在这个组织进攻这块的作用 发挥的非常明显 因为今天咱们一号被缺人了 所以大个儿可能会承担一些组织任务 并且呢 以他的射程 他有能力就是逼对方的防守跟出来 没错 你队上李小旭想在老虎出动 那就要被投死了 没错 这样的话 就给吴钱拉开了内线的空间 这边放开 这样咱们这边的第一阶放规数上跌比较快啊 还是在篮下的进攻呢 安格拉队一对一 根本就没有什么便宜可占 就算能出手 但是会被干扰的比较厉害 没错 你看这就是刚才说的啊 这次出手短了 你敢不防我就敢投 直接蹭南下 还是没有打 哎呦 直接抢断了 这是明格斯啊 这是安格拉这边另外一位96年的球远 确实这上面都是咱们的 这到底下 对方确实这个手快脚快啊 还是有优势的 我们看上一场呢 红队这边破全场紧逼 打的还是相当不错 但是蓝队这边 因为今天这后场本来就缺人 这块就出现问题了 直接出手 好球 因为确实啊 这个除了周湛东以外 剩下两名后卫人选 不要说在国家队了 哪怕在俱乐部都还是新人的 哇 供的真够难的呀 也难为了这么大队 对做这么细细动作 这跟进的好 出手很快 哇 漂亮 目前零种两个啊 这样分枪拉开了十分 接手肉没有调整 直接出手 是 底脚这种飘移式跳投呢 是无限非常喜欢的一个投胆动作 哎 这是武本家吗 进了一中投啊 确实啊 安格拉队这一结党 现在就出手机会很少 哎好的 哇 好球 这个球就是安格拉队正面的防守压力上的太大了 人都集中在三分圈外 这就是说你防守啊 甘蔗没有两头田 你要想对这个对方个人施加的压力要大的话 那这个收缩肯定你就推不上 篮下就比较空 像他一开始篮下收的很紧的 那对球就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大的压力 没错 这就是叫刚才那个球是一个标准的赌博式抢断 而且没赌上 付出代价 对 那今天胡金秋呢 在主动持球进攻这块 发挥的还是非常的不错 也可以说队员对于对方不同的防守方式 这个应对的还是不错 胡金秋之前在俱乐部啊 大伙对他的印象主要还是以吃饼为主 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他的这个表现啊 进步还是非常明显 今天咱们的罚球五中一啊 这名东旅稍微有点瘦不过去 有时候这个身体对抗比较激烈的时候啊 这个到头来的时候确实手头有点抖 并且呢身体对抗手感受影响的也不止咱们啊 安哥拉这边今天这个手感 一样也抖的厉害 是 之前确实是 包括网上论坛 包括咱们自己这方面啊 也有这方面的 哎 这边连雨上 哎呦这方面担心就是 因为之前 红队那边打这三场比赛的时候呢 可能对方是刚过来 嗯 包括时差呀没调整过来 这可能性都是有的 然后到了蓝队再打的时候呢 人家时差也调整过来了 状态可能会更好一些 而且队友之间磨合也相对好了 那是不是就更难打了 有这种担心 这也好嘛 这个比赛含金量更足啊 是 这练极的意义会更大一些 烈火练真金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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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防守上也是比较 积极啊 没有说因为分差比较大 就就保守缩起来 哇 直接突明多斯啊 面对内线的封盖 就是没办法了 协防非常到位啊 没错 这样时间也到了 将直接打完二十四 开始我们看这边呢 上了李静宇 直接吹了反规 并且 中国队这边现在也是 阵容在逐渐的变小 因为现在场上的两名内线 不管是李小学还是李小学 他们实际在俱乐部当中 往往都是出了四号位 我们的本家 啊 这真是咱们说叫不服输啊 对 但是李源宇 力量可是足啊 是 哦好球 哎呦 这球其实接的挺险啊 是 边上量 对方两名防守 实际都没失位 没错 接触之后几乎没有调整 直接出手还能打进 对 这次配合是把杜丰指导看成了自己的队友 确实衣服颜色 红底带黑边 对方二号 非常好笑 对方二号 对方二号 非常好笑 确实对方在这个防阵地运转的时候啊 这个防无球队员还是真是很下功夫 没错 没有说就让你能轻轻松松跑线路 哎呦 这球没接好 阿尔斯兰上了 阿尔斯兰呢 之前也是因为在国奥队的表现非常出色啊 包括之前打捷克队的时候是单场拿了28分就 是全队表现最好的 所以也被提到了蓝队 我毕竟呢也是刚刚上到这个 国家队这个顶级平台上 需要一些适应 可以理解 这个球呢 因为是 因为是这个 丢球之后的一个反抢啊 被吹了为底犯规 两发一致 今天安格拉的两个小后卫 明哥斯和公塞尔维斯 两个人上线 对咱们外线持久人的压力 真的是给的非常足 可以看出这体力真的非常好 因为每次防守都要扩这么大 实际上是一件非常消耗的事情 我觉得安格拉这么扩出来防他能不能坚持到第四节啊 因为一般来说全场的这种防守都是作为一种变化审断的 你从头至尾一直维持下去 到第四节 关键时刻 体力情况会让人比较担心 这确实呢 咱们看这支安格拉队啊 他包括上一场也是啊 轮转的名单没有那么长 对 那可用的人就是这么几个 安格拉是出现了本场的第三个失误 而中国队这边失误就比较多了 一共六次 已经以过篮下的强攻再见 李静宇之前在蓝队扮演的就是一个外线投手的角色 但是我们看这一场他的功能性啊 给的非常全面 阿尔斯兰这边是造成了姆本加的犯规 李静宇作为一个投手啊 你说虽然他在直接生长比较早的时候就遭遇过比较大的 这边阿尔斯兰是真没看见姆本加不是有意造犯规 由于是老云上的 就是金钱来给阿尔斯兰的准备 那还没看见感觉 云大尼斯兰的准备 我希望没事儿 因为刚刚打一截就已经 就 就 就见血了 我刚才说李静宇 李静宇虽然在 还是在山东的时候 就遭受过比较大的伤病 就影响了他的这个移动能力 但是 所以一个投手 他是一直有比较扎实 这种篮下背身单打的能力 其实李静宇在联赛的功能性 还是非常的全面 不管是之前在山东 还是后来去了山西之后 但是确实在咱们国家队 因为每个人出场时间 可能都会有波动 所以说李静宇在之前 没有发过出这么多的特点 之前这边又是一个无球跑动 这次没有投中 这边我们今天摔倒了 咱们防守端是有点失位 先方很到位啊 这球呢是被迫传球 看争球 李源宇这个 赌枪眼赌的非常到位 没错 这下防守咱们可以看出 球员的积极性 就是胡平轩的那头 在对角线的那个位置摔倒了 摔倒之后很快的跑回来去补这个位 一旦形成突破第二线队友上的非常快 对 安格拉还是继续坚持全场的防守 没错 上半场第一阶看防的效果非常不错 安格拉今天呢 其实主要是在进攻端 他们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因为就是落入半场阵地之后 他虽然一直靠这个比较大的身体队抗去限制咱们的战胃运转 但是他也会输出比较多的犯规带着 是 哦 他就给了一个掩护犯规 这是给无前做一个这个无球呃 他就打了好几次了 就是这种身体对抗就是会逐渐升级 哪怕只有一方就是动作大 另外一方也会逐渐这个动作被带的慢慢的会大 我证明又是一个抢断 哦 听起来 线小旭 条 争吮 对 噢 今天两位真拼防守 可别压到膝盖侧面这样 不危险 还好 李小旭过来想造一个警工反规 其实刚才这应该是母本家 他要想挑战胡新秋的高度 还是比较困难 这样李小旭和胡明轩两位暂时下场休息 现在又换回到了一开场的内线搭配 不知道战术会不会也随着 从刚才抓外线转移回到内线谈的军队 因为大汗在第一阶上的前几分钟 遭遇对方非常严密的夹击 并没有打开 看看第二阶回来之后 经过这一阶多时间双方调整 看看大汗回来之后状态怎么样 这篮板球弹的是真远 手也是真硬 正面是一个 呼吁还近了 果然现在就两个队这种无球的身体动作都越来越多 我们本家这罚球偏的这么多 然后正面三分进了 这感觉就跟不是一个人头的似的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毕竟是热身赛 这个还是注意不要出伤命 确实手上有动作 后面倒下的时候撞到大汗身上 这一节呢 咱们犯规数倒的又是非常快 就是很早就到罚球了 双方为了达到这个防守强度 都付出了很多犯规的代价 比较胡锦丘 可惜没有投中 这应该是他非常舒服的一个接球位置 这是干嘛呢 抢回来又是外线的机会 对面的大队球员连续命中 那这样的话咱们可能要挑阵容了 那本家连近两个三分 好那这个暂停呢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图片 确实刚才这个情况 咱们马上叫了一个暂停 那利用这个暂停时间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就是大伙来晒一下夏天的装板 第一位是这位叫潘东的朋友 说没有球鞋也不能阻止我们对篮球的热爱 这看着是在水泥地还是柏油地 对不过为什么会没有球鞋呢 看他好像穿着拖鞋去的篮球场 这场边堆了一堆拖鞋 这看着确实不太像沙滩 但是我主要就是担心 可能你不穿些磨脚这是一方面 主要这夏天地面温度得多烫 这是一个问题 对了 是吧 咱们看看下一位 这位叫梁绍 说大夏天还是要穿着裁判服继续吹比赛 长裤在身丝毫不热 这个真的是非常敬业 这么热的天气还是在室外还把一身的形头都穿戴齐了 这手举着是挡太阳的是吧 咱们看这方向有点反光 好回到比赛 这马上是剑去守全场啊 这出球 周展东这边 确实其实在场地另外一侧队友已经完全空出来了 就硬顶着往前推就被对方送进包夹区里 因为就是在你刚过中线的这一瞬间 对方会立刻来夹击你 对方安格拉现在又换防守了 确实今天安格拉虽然在进攻上一直没有找到节奏 但是防守上这个做出的变化还是比较丰富的 虽然刚才姆本家个人是连进了两季三分 但是 对安格拉全队来说 本场比赛打到现在进攻上一直还是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方法 咱们蓝队这边在破紧逼上 可能还是得跟红队稍微学习一下 红队上一场这做的还是不错 我无前 造成了外勤三分万规 确实啊这个蓝队从阵容上来说 因为他是组织后卫的这个位置 人员比较新和队友比较欠磨合 所以对于他来说破全场确实会更难一些 没错啊咱们看场就一直在说这个事儿 无前确实咱们国家队分为红队两队啊 他应该算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在现在是在不管是在国家队还是在俱乐部队啊 都是怎么说呢独当一面的球员 我刚才镜头扫到就是比赛替补席的后两回 看到了可兰和今天是陶汉林 但是看穿的这个衣服应该是今天没有报名的那两位 对 可兰班克今年肯定是不会上了 因为咱们开场的时候给大家说了 这次南岚出队是一共带了14个 那就意味着每场比赛会有两个人不进入这个比赛名单 咱们这边是反着手的一个全场 对着手全场 咱们这边现在也是换联统了 没绑了 看看安哥拉这边 能不能找到攻的方法 还是突破分球 那场能板的拼抢这球呢给了前掌球 安哥拉这边攻联防就跟咱们不一样 咱们攻联防守保证就是在对方的内线始终至少要有一个人去牵着对方的防守 对 但是安哥拉呢刚才就是所有的这个球都在 人都在外边飘着 这样他转移来转移去到最后还得是靠队员在外线一对一的强攻才能有机会 因为安哥拉这边都在内线实际上没有一个特别可靠的低位得分点 和我好球木本家给瞬间打脸啊 这是一个底线球的机会 木本家呢因为刚才投进了两个三分之后啊 进攻端的信心也是大踪 来了李小旭又是一个远头的犯规 不过呢就是从攻联防的角度来说吧 就是说 内线队员的攻击能力是一方面 但是他在这个进攻阵形的中间啊 能不能把这个球侧用起来 嗯 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是 这球无前是因为晃倒了对面的球员 所以说呢也是帮李小旭吸引到的防守 李小旭这个点像刚才说的 我觉得如果人家放他的话 他可能还是得先以自己投为主 对 如果等对面扑上来呢 可能他就可能更好的发挥他的侧应能 那刚才那个球在第一节的那个球 也是侧应的非常不错 尤其呢他自己进攻手感先打开的话 嗯 这对对方防守牵制的效果只会更大 对方防守会对的更记忆 那这样对方如果防他的内线队员 扑出来越多越早 那其他队员外线队员往里突破的空间也是越大的 刚才数据给到李小旭已经四次出攻 就像刚才您说的呢 李小旭在场上 会有很多就是数据体现不出来的作用 这片正面又是一个打板三分 进攻手感虽然没来但是运气来了 又是一个半场的强断 哎 技巧放空了 这篮下是小个球员给做的一掩护 那这样对面连续两季远投啊 咱们原本两位数的优势瞬间就只剩五分球 刚才实际上这个脚上能出空位 真的是亏了对方这个小个在篮下的眼光 不然的话球到那个位置应该是 看咱们其实已经很努力的往外跑去补那位置 但是被对方的队员给挡住了 当时不觉得这样子不需要 然后连续三个球员 应该的不칙 然后连续三个球员 在这边是一个非常棒的球员 i know you 今天呢其实蓝队这边人员上的缺失啊 不仅是咱们说后场的问题 包括封线上像周鹏和可兰白克 两个防守移动能力最强的球员都没有打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很正常 咱们外线在防对方三分的时候啊 容易出现脚步跟不上的情况 因为他们俩不光是说你分红蓝队 你哪怕就是国家队集合起来最强阵容 他们俩也是防守位置上兼兵了 对出现防守能力最强的两个球员 今天他俩不在 对蓝队的防守是有很大的影响 或目前强攻了 这球已经是 哎呦抢到前上篮板 这球刚刚那球是压哨的出手 没有办法 而且红蓝队在要位 但是队友并没有给到 火无线又是一次压哨的抢光 那么就在拼 裁判给的是前掌救 但是确实呢 暂停回来之后 咱们这两次进攻啊 进攻端 球并没有传起来 就是说从今天上半场 两个队都换过二三联防了 从这个收获上来说 还是安格拉这间大一些 对面感觉能突的这个后卫 比咱们要多一些 无前他是一个以投射为主的后卫 他并不能够去直接撕裂对方的防守 这边又突破了失误了 对 因为咱们后卫如果不能突呢 就是像任俊飞胡金秋 他们这边需要大量的去自主进攻 而不是能很舒服的吃饼 他手戳了一下地 对 他去救球的时候手戳了一下地 也是相当于是一次输 好球 非常漂亮的叠球配合 中国那边果然也换回盯人了 刚才两次联防效果并不是很好 而且从哪天之后是换人啊 哎呦走神了 这一换人可就换出事来了 这边母本家是彻底活的呀 安格拉这边进攻 再逐渐找到感觉 把他够通 过前上篮板 早通的犯规 这是胡金秋的特点 他对前上篮板球这种嗅觉是非常的敏感 而且就是他的高度和弹跳 安格拉这边也是没人对得上 这样看罚球了 今天咱们上半场整体的罚球并不是特别理想 并且这个打现在打的时间更长了 这个受对抗之后消耗比开场时机更多 嗯 什么又给到周鹏啊 我们看到也是穿着这个非比赛服坐在场边 是啊那也就是说今天准备上场的队员就都不到12 没错 本身就有阴伤缺阵的球员 然后呢又有这个不打的几位队员 哦好笑 绿阵的大帽 换转话 好的空位就是出来了 这段时间呢这个外线的准头有点死消彼长 其实抓的是挺准对方主动去夹击内线 咱们外线的空位抓的是很准 手机没投进 跟进的好 哎呀 太可惜了 今天胡锦球有两次啊就是能够打成二加一这种很好的机会 都是差那么一点点 咱们这边反击当中啊这个尤其内线队员下的非常快 嗯 今天胡明轩呢可能是咱们在一号位上组织能力最强的一位后卫了 咱们一号位今天是胡明轩阿尔斯兰和周震东 啊 我确实就是天赋是一回事 但是经验这个东西确实还是需要一场球一场球去击了 但是这也是咱们就是分湖南两队的一个意义所在 就是要让更多的球员得到锻炼的机会 这边换上陆文博 那要这样的话 这第二阶还没打完 实际蓝队就是能上场的十一名队员应该已经都出过场了 确实也是锻炼队员的诚意满满了 这边安克拉的队员应该是自己滑倒 在分差没有多大的情况下半场不到的时间就能让十一个人都有 全队每个人都有出场的机会 这个对于教练排兵布阵的难度实际也是不小 三十七秒孔赛脏 刚才这球确实 确实胡明轩这边跟他有一定的这个互相拉扯的动作 但是他最后倒这一下真心是自己滑倒 可惜裁判不会自己在脑内慢镜头重放 是 英雅队里边还在继续换人 因为他们这种防守呢对体能消耗比较大 就是说人员换的也比较频繁 是 原来还是联防看看 并且这次时间已经过了半场周 剩就已经不多了 是 直接一个举火烧天造成的反对 确实 今天实际上安哥拉一开场守的这个半场联防啊 咱们破的还是不错 但是从第二节后半段开始就是我先全场防出去 然后缩回到半场之后衔接一个二三联防 这几个回合蓝队这边应对的还不是特别的有效 因为你攻联防呢就得有人能突破 如果要是突破这块不太好使的话呢 不够犀利的话呢就是很难攻破这联防 另外一个因素的是 第一节的时候他去半场守联防 你有你可以顺利推荐过半场 这样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去破他的这个联防阵型 但是对方在先守了全场之后呢 把你的进攻时间会压缩的比较厉害那一球 像刚才进入半场的时候就只剩11秒 这球传的很强 打在一个胡锦丘的身后 今天上半场这边姆本加打的是真好 一个人 这是激活了安哥拉队整支队的进攻 这边直接投了多转东 又是这篮板 可惜 这下拿了球之后啊 红尽球有点失去重心了 但是又抢到以前的篮板 多转东还是自己来 多转东今天上来之后 打的像是一个攻击型的一号位 可以看出来呢 安哥拉这边对于自己这个防守 我们个人防守能力都非常有自信 这个防挡拆的时候 像咱们是各种上线下线的绕过 但安哥拉这边就是可以很大点直接换人 哪怕是吨位最重的队员 都敢直接对上咱们组织后卫 还有51.7秒呢 直接是换上无钱换下的周占东 这边点开了防守能 好球 那这个三分投中呢 终于咱们这分差是比较稳了 来到九分球 这节球咱们投进的唯一一个三分 看下摩尔 这回胡金秋终于没被人抓背后 是 那对于胡金秋这种移动速度非常快 经常需要去协防的内线呢 就怎么能兼顾协防和自己的人这块 真是一个很大的功课 这回又是16秒将将过半场 差一点8秒为力 咱们已经连续三次进攻 都是16秒过半场 但是看现在开始准备破对方 连防止就只剩下10秒时间了 再拖 好球 还好这次突破杀伤效忧表皮 你看最后咱们经常需要指任俊飞来突破 4号为球员来突破 安格拉队也是上半场使用了各种防守方法之后 终于是适当一种就是效果可能最好的 那就看 就包袱就甩到蓝队里边了 看蓝队能不能也找出相应的应对方法 连续今天上半场已经拿了7分了 没记错的话这是上半场头一个两发全中吗 好像是啊 哎呦这推进速度真快 全球这块犹豫了一下 这样时间也耗尽了 半场打完48比37 这一截两队应该算是打平了 分差仍然11分球 还好蓝队在第二阶最后还曾知道 那上半场的情况呢 第一阶咱们赢了11分球 第二阶双方是打平 但实际上呢 虽然分差没怎么变 起伏还是挺大 是 特别是中间一度被追的差5分 上来呢无前这下防的比较凶啊 又被吹了一个范围 确实今天整体的吹法呀 前两节咱们 咱们中国队这边到范围的时间都非常的早 基本上打了三四分钟 咱们范围数就到了 你面对就是平时不那么习惯的防守强路的时候啊 自己也会不自觉就这个动作幅度会大 不过外线又出现了空没机会 好在没投进 那下面场的先发我们看呢 这边李小旭因为下面场表现非常出色啊 所以进入到下面场先发的名单 另外那些搭档仍然是胡金秋 然后两个两个这二三号位是李静宇和吴钱 一号位是仍然是胡明轩先发 比较机会啊 胡明轩怎么样 重点心没有投中 从这用人的思路上能看出来 就等于是沿用了上半场这个机动性最好的 靠那些 嗯 我今天大汗啊 确实整个上半场都没怎么开发挥啊 看下莫雷拉是打劲了 莫雷拉感觉之前 就是这一场半球啊 打红队那一场 包括打蓝队这半场 都没有太抢眼的发挥 又是一个输 直接被过掉 不玩这一 这个犯规就有点亏了 嗯 没有起到干扰的作用 白白送人一次吧 主要咱们这次失误之后啊 整个退防的积极性 感觉没有上半场那么好 您刚才说了 咱们这算是机动性比较强的一套阵容 这样吴钱已经四发了 因为这国际比赛呢 午饭就离场了 所以吴钱现在四发 对他的压力是很大的 对 并且尤其像今天 中国队报名的阵容本身 封县人员就比较单 嗯 然后现在现有阵容里边 外线火力最强的可能 就是吴钱 没错 他如果再受到犯规的干扰的话 这对这后面半场 这个排兵布阵 真的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对 吴钱呢 虽然他是一个纯德分点啊 但是毕竟他是有自主开发 他进攻能力的这种水平 他不需要别人给他创造机会 可以自主进攻的 那如果他要是时间受限的话 对咱们的进攻影响会比较大 这会儿呢 就是被迫只能换上周占东啊 让吴钱下去稍微保护一下 我担心呢 等于实际上把两名组织后卫放在场上 虽然可能在运转球上会更有利一些 但是落入阵地之后的这个外线攻击力 可能要打个问号 过半场上稍微转移一下呢 情况就得好不少 带个单下李小旭 好球又造成了差伤 就是可能球队就更需要 李静宇这名国家队的算高龄新人了 虽然他在联赛已经打拼了很多年 但是在国家队的资历来说还是属于比较浅的 其实咱们国家队在分了红南两队之后啊 有很多的这种高龄新人 包括李根呀韩德军啊 都属于类似这种情况 也算圆了他们这个 就打上国家队的宿愿 要去上半场是三分五个篮板四次助攻啊 非常全面的表现 但是确实他到目前为止外线的远头还没有偷开 并且那个是他的强项 咱们说吃饭的家伙 时间又不多啊 需要出手了 林轩造成了反规 那他这个反规其实有点亏的话 这已经是防到最后一秒的出手 并且防守点没事 这是一个错位 大方小 所以动作上没控制住 胡明轩呢 虽然说他跟之前高时岩的表现 嗯 稍微差的点 但是比起另外两位 咱们今天带的一号位 就是周展东和阿尔斯兰 比起那两位胡明轩的优势还是很明显 但是确实也看出现在蓝队在 就是后卫这个位置上用人的窘迫 嗯 一个CBA联赛的新人 现在已经是蓝队现有阵容 咱们说现有阵容 最强控位 后卫的首选 而且胡明轩的防守啊 确实也是比较扎实 这就是成功的防下对面的挡拆 又是点费的防守 再往内线给 这边这内线缩的真是够小的 优势球 胡金球黄几一个人 一看后面还有俩人 但实际上那个 换完之后那个位置已经算可以了 嗯 这边呢 吹了一个技术犯规同时 安哥拉这边本届犯规数已经到了 李静宇 李静宇来执行这个技术防备发球 厂上最稳的投手 稳稳冰冰冰冰 那吴钱这会儿四范不能打呢 李静宇的外线投射就变得很关键了 好 这个前方信号就是稍微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 咱们刚才说到就是吴钱现在因为四范离场 暂时下场保护一下 那么李静宇这边就基本上变成咱们外线最稳的一个投手 并且现在看来就是这套应变的阵容啊 效果还算是不错 还是不错 并且咱们也说了这个 安哥拉要想把这个 就范围那么大强度那么高的全场防守坚持一场比赛 实际也是比较困难 对面的大个23号摩尔 连续两次都是在去这个家房小个球员的时候 铺的过于靠前 连续两次犯规了 摩尔是81年出生的老将 已经是37岁的人了 在场上还坚持打 第二阀弹劲之后呢 咱们分叉又是回到十一分球 对面在破咱们的紧逼的时候是有对抗的 一条龙直接杀过来 就是 安哥拉这边破全场紧逼 基本不太依赖全队运转 都是后卫个人自己一个人 能力就解决问题了 而且就是说他在接球之前实际上 就已经把红明星给顶开了 完全靠身体 这球给的不容易 真够险哪 两次比较高难度的串球 那件强攻 就感觉现在安哥拉球员啊 他整个进攻端的信心 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攻的比较坚决 咱们这边防守比较需要说 就是把阵地落上 一对一单纯依靠个人能力单防啊 对方这个启动第一步还是有点压不住 主要咱们人美了 咱们现在要是周鹏和可兰白克在呢 一对一单防可以 哎呦 又失误了 呃 船长在说 老有一个人的 这球是别人的 这是他 嗯 周长东这边还在找手感 扩这防守 这帮安科的大个是 上半场母本家开了之后 一个个都想试透一下 不管准不准 但是信心是有 有没有时间了 刚才那次挡拆浪费了不少的时间 再给那些 这次就是利用挡拆之后 对方换防 登不上咱们的小个球员 然后给到胡金秋的机会 好 接下来咱们又是把对面给打停了 确实呢 这胡鸣轩在一号位上的能力 还是要凌驾于今天的两个队友之上 咱们这次暂停还是要看一下 大伙发来的照片 下是装扮 这位叫狄克的朋友 是不是有个兄弟叫牛仔 大夏天的新给我家小不点装扮上 这应该是这个 勇士队的儿童装 而且是30号库里的粉丝 这个做粉丝要从小做起 是 小朋友是刚吃完生日蛋糕是吗 咱们看看下一张 这位又是叫潘东 当然是篮球短裤加上篮球鞋 配上可爱的女朋友了 再配上腾心体育卡比赛 很不错的夏天 咱们给这位朋友提个意见 就是您下回让女朋友也把脸露出来 或者露女朋友挡自己的也可以 好 那咱们再看看还有照片没有 没了是吧 好 那咱们接着说 刚才这个情况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咱们依靠进攻端的发挥 把对面给打挺了 最近一段时间像您说的 确实是靠进攻端 防守端 上半场咱们说了 咱们防守这个弹性很好 就是对球施加压力的时候能扩得出去 同时对方突破之后 这个内线收缩也缩得回来 但这几次连续被对方突破 就是说弹性不足了 对球还是能扩出去 但扩出去之后 一旦被对方突破第一线 这个二线就没有那么到位 尤其现在蓝队这边守的就是全场防守 防守弹性的要求可能就更多 因为你本身扩就比较大 阵型就比较空 我们看这会儿 厂人员说点调整 无钱回来了 无钱带着四次犯规 这上的还是相当早了 是啊 这个 真是个比较大胆的安排 是啊 无钱每次过掩护的时候 都得琢磨一下 别犯规了 一慢二砍三通过 是 好的 对面在压烧出手的时候 还是犹豫了 哎呦这个真是 飞身抢险啊 是 成功的一次封盖啊 外线怎么样 哎呀可惜可惜 其实刚才这个球按说出手的时候应该就24秒了 但是裁判并没有吹 我刚才看表演应该是 说24秒美丽了 对啊 就没有前场完板的事儿 咱们球员可能也是这么想 所以咱们球没卡住位置 不见呼 上来就减攻啊 上场就有效果 是 不见这得躲着了啊 不敢防了 双手举的高高 让裁判看得清清楚楚了 没错 还是不前这边呢 做一个无球的跑动 哇 拦下木本家 哇 胡锦丘非常漂亮的风感 这都没跳 是 漂亮 哎呦 吹了走步 快下还是做得非常好 可惜接球之后脚步交代的不是那么清楚 李小旭这边卸的时间并不长啊 又重新回到场上 这样的话胡锦丘被吹了一个走步啊 算是一个失误 那现在在场上应该是蓝队使用过的 就这场最小的一套阵容啊 平时四号位的李小旭现在顶五号位 然后有时候会去打三号位的任俊飞 现在推到四号位上去 任俊飞呢 因为他确实一直是两个位置都能打的 但是这一套阵容跟安格拉队相比 就没有这个身份有点好的 我本家这边刚才强攻的时候 是不是把脚给扭了一下 看他现在跑步有点盘跚 走步了 在这个位置发起进攻呢 显然并不是明格斯的长相 并且呢像刚才咱们说 这套内线阵容呢 对上对方的小个儿 脚步跟脚步上会稍微好一些 对面这个肢体动作 在防守时候用的真是非常多 就是不断挑战你裁判的底线 看你到底吹不吹 你不吹我就往身上 对我就保持这个强度 咱们教练组啊 对这种直接打脸的动作呢 也是提出了非常严肃的抗议 独风知道这边非常的生气 因为就是可能后面才开始看这场球的球迷 给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实际上这场比赛 刚在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过这种流血的情况 没错 当时应该是任俊飞 对吧 在篮下防守的时候被对方直接把这个头部的侧面打破了 然后在第二节呢 又出现了阿尔斯兰在防对方后卫的时候 姆本加上来 从后边一个掩护 阿尔斯兰直接被撞倒在地 基本上每一节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就是裁判从控制场面考虑这个哨吹得紧一些啊 也可以理解 啊就这球 这个直接打脸了 这次发球呢 是交给李元宇来执行 李小旭刚才咱们镜头没有给到 不知道是不是脸部被打破了 可能这会儿在场下接触制 对 因为从执行罚球的人来看 刚才应该是被犯规的李小旭来罚 没错 那只有说他被换下的情况 才由替换他的队员上上来罚这球 看来虽然角度没有看清楚 这下打的可能还是比较重 是 这个球就是刚才那第一下 就完全是冲着脸去 等一下李小旭过来去顶母本家呢 又被吹了一个反馈 今天确实吹两边都吹得比较紧 因为其实李元宇 刚才说错了 这是李元宇啊 李元宇呢 他是咱们蓝队这边内线 相对最矮的一个球员 所以他去顶母本家 可能是唯一一个 防母本家身高吃亏的球员 一脚机会出来了 明格斯 真是不浪费机会啊 这次推进很快啊 快速个半场 好球啊 阿尔斯兰在边线呢 直接送出一个直传球 给到无钱 相当于是一次转换打成了 让对方为这个全场紧逼 付出了代价 无钱那个防守的时候 尺度掌握还真好 狼带攻击 但实际看他就在防守 真是捏把汗 毕竟私私放归了 明格斯这边真是天上一脚 低下一脚啊 低脚刚进一个 这边正面来三不粘 这边上一个双掩护 正面又是任俊飞的突破 造成了对方反规 任俊飞如果打四的话呢 因为他这种突破能力啊 肯定会让对面的四后背 非常难受 在这节中国队换这个小哥阵容之后啊 嗯 效果到目前还是不错 哎 像任俊飞的得分已经上双 你别说任俊飞今天是咱们罚球最稳的一个点 你真是功能很齐全啊 他是作为三号位 开场打了先发 然后到需要用人的时候 四号位也能随时顶上去 没错 逼迫对方去做这种一对一的强攻啊 咱们防守的目的就达到 远宇这边要很深 好球 底线钻 也就是吹的范围 我发现对面可能他也不是说 不是说功课做的好 他就是只要咱们是个内线在低位要位 他都是玩名顶 安哥拉队现在又是连高 哎 转过来无前的机会 好球 你别说啊 就是到现在为止呢 你可以说杜丰知道 哎呦 这边又是姆本加啊 两次 他上半场就是在这个同样的情况下 撞倒了阿尔斯兰 这次撞倒又是阿尔斯兰是吗 哈哈 这个怎么说呢 他们俩也真是有缘是吧 两次都是同样的防规方式 阿尔斯兰就是防对方 守队员 困得比较大嘛 嗯 好球 哎呀 可惜了 李文宇啊 确实他呢身高比较矮 所以说起来之后终结这一下不是那么有把握 李文宇擅长的是要住了位置之后的那种出手 哎 球下来了 可惜 没拿住 坏了 内线已经扑出来了 这个 犯规了 这球李静宇啊 还真是得亏的犯了这么一下 这没办法了 因为防守阵型已经被对方彻底打乱了 就是 号位都已经补到第一角去了 没错 他在一防二的情况下 能把这球犯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也看看中国队里边最后一次进攻会怎么处理 哎 第一发没中啊 李兄女这次犯规就直了 15秒本身就不是很宽裕 还要在对方的顶着对方防守压力过半场 嗯 但是确实对面第三节的紧逼没有上半场做的那么磁势 咱们在破紧逼这块呢也算是有了一些经营 这球无前处理的非常聪明啊 他只知道对面一定会在他刚过中线的瞬间上来夹击 所以直接贴上去要了一个 不过这球其实对于他来说还是有一点点风险 毕竟已经是四番再胜了 万一冲太猛了 来个壮人什么的 对 万一对面有司马特那样的天赋是吧 直接往地上一躺 那应该叫演技吧 是吧 反正按照今天的吹发尺度啊 如果对面真的像司马特一样的话 那没准还真吹了 那没准还真吹了 第一发稳稳兵重 这样给安哥拉留下了不到九秒钟的时间 问题甩给安哥拉了 哎 九秒钟怎么过过前场 然后再造出一个向上投篮机会 咱们这会儿还换了个人啊 换成鲁文博就是来防的 对这个 就是用人用的非常仔细 没错啊 这会儿把吴贤换下 完成进攻任务之后 这最后一次防守 换个别人上 还是对方 严阻的不错 对方这个小个队员还是个人能力真是非常的足 对方这种全场防守 对方这种全场防守 基本不太需要队友的支援 自己就能直接形成突破 又是明格斯 刚才说了对面这两个年轻后卫啊 一个是一号明格斯 还有一位是这个 还有一位是这三号共萨尔维斯 都是96年的 是球队里最年轻的两个球员 那他们两位呢在场上处理球虽然有时候有点毛躁啊 就比如说把杜峰当成队友 直接就传过去了啊 但是这种冲劲还是可以看出来非常足 个人的杀伤力还是还好 哦 那这样的话咱们还有2.3秒的进攻时间啊 杜峰知道叫了一个暂停再布置一下 2.3秒 这发出球来呢 可能顶多运一下调整就得直接投了 这发出球来再传可能就不太来得及 对这个 这次能不能成啊 这功夫就都在发球之前这几个人空手跑位上 没错 看看这个回合有没有可能再把吴钱拿上来呢 因为他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 对吧 理论上他最适合干这事 镜头也给到了 因为现在这一回合不用考虑防守问题 就算这回合打不进 对方也不可能再有时间推进去完成一次进攻 没错 这是今天吴贤个人表现的一个机器 外线的投射还是非常的稳健 作为咱们蓝队目前的外线投号火力点 那吴贤之前在对斯洛文尼亚的比赛中呢 发挥就已经是很稳定 包括打加拿大的比赛打得也很好 今天又得到了23分 这个关键投篮命中率非常的高 是的 而且他这四节就是这三节球表现都很均衡 不存在说某一节特别这个热 然后过一会就开始打铁这种情况 尤其是以他这个投篮的时候面对防守啊 这个难度 直接发前场 好可惜 好回到第四节 那第三节呢 确实安格拉这个紧逼防守啊 没有上半场那么狠了 那咱们也是巩固了领先优势 就是场上这种阿尔斯兰 红冰轩 李静雨 好球 好球 那边李小旭 确实啊 因为今天 阿格拉从开场防的就很凶 然后双方的身体接触比较多啊 球员的情绪呢也是需要控制一下 这边李小旭也过来参与这球 对方的球没有接到 这球是差一点点抢断 对面这个外线命中率也掉下来了 有一前章宝 再尝尝出手还是没中 已经与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投开 固定就已经抢了六个前场板 这站有点拥挤啊 嗯 今天一个掩护阿尔斯兰再给李小旭 咱们这几个回合前场板抢的是不错 感觉安格拉这个篮本保护显得有点无心恋战似 确实像 您其实刚开场的时候就说过 就是安格拉这边 虽然这个 抢的很凶 但是毕竟他人打球的并不多 可能是有点累了 又是明格斯啊 这是真不累 只是进攻这头不累 防守这边也还是有点累 这球是赢着防守人啊 底角三分命中 李静宇这边终于有点开了 对 咱们刚才刚说李静宇 李静宇这点再一开呢 直接安格拉又是请求一个暂停 确实今天 能打球的11个人啊 都能有不错的表现 这个也确实是一件比较欣慰的事情 我们从曼景东回望给看出来 对面在去补防李静宇的时候啊 脚步已经显得有点亮呛 大家有兴趣可以数一数 就是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咱们用多了 咱们是11个人全都上场了 对方呢实际上换来换去就是这么几个 这样咱们分叉也是来到了21分啊 这是今天最大的分叉 然后镜头给到的是来自安格拉的美籍主帅 这是安格拉篮球历史上的第一位美籍主帅 威尔沃伊特 应该说这个 威教练在上门场他这种排兵布阵 还是非常见功力 有一些针对性 但是 确实啊 这个再好的战术也是要靠人来执行的 这个手上 可用的人都没有那么多 这套阵容确实也不是安格拉的全阵容 像他们这个 也有他们球队的核心 比如二号莫雷拉 这个球队的绝对的主力 但是包括一些外线的重要的球员 都是没有来参加 在这边又是尝试联防 嗯 在这边又是尝试联防 军秋啊 那就是李小旭打5 任俊飞打4 刚才第三节这一套内线 配置效果还是不错的 对 你看这球有点意思是 任俊飞和李小旭啊 四五号位之间一个挡拆 然后还是任俊飞持球往里吐 任俊飞今天应该铁定是咱们这边突破最多的球员 而且效果也是最好的 因为他毕竟是可以打三号位的队员 碰上对方的内线脚步上还是有优势的 分差现在已经稳稳拉到20了 随着分差拉开 包括安格拉这边体能的下降啊 比赛胜负的悬念其实并不是那么大 因为虽然篮球比赛这个20分的分差并不是不可逾越的 但关键是安格拉整个球队的走势 就是现在表现出来的这个对抗的激烈程度 还有球员在场上的这个欲望 显得有点后进不足 对是从第一节开始是在慢慢往下走的 那这个球呢是买一送一 对抗的这边也要安格拉这边提前进线了 那任俊飞本来没发进呢 又加罚了一次 踩了底线啊又是一个失误 比如说中国的这边练兵的意味也比较足 对吧 因为并不是说我就是哪个战术用的效果好 我就反复用 相反这个之前收效并不是很好的 二三连房现在拿出来再练一练 这点低脚阿尔斯兰好笑 这应该是阿尔斯兰今天首次得分啊 那中的这边确实是一顺百顺 嗯 这叫任俊飞防这个球呢稍微放了半步 其实咱们一直在说这个侧翼防守的问题呢 因为今天最强的两个防守人周鹏和可兰白克都没有上 对咱们有些外线的防守强度啊 肯定是会有影响 我好球再来一个啊 这是咱们本节的第三个三分 而且三个三分是由三个不同的球员投进 我好球 抢断这球阿尔斯兰抢了很凶 但是可惜球丢 摩尔街还不死心啊 之间在顶湖势头的一个没进 底下再试 你要觉得好球 这个距离他是太舒服了 对 嘿 又是一个非常低级的传球失误 安哥拉现在就是攻守两端都表现的有些患散 但是分差就来到25分球 其实中国队之前啊这个轮替的人数非常的多 11个人都在场上打 所以瘫到每个人身上并没有几分钟上的时间 到这会儿呢 体力状况还就是非常好的 很可惜啊 很可惜啊 弹两下没有弹中 又一个前掌板 就是从收冷板球的这个比例上来看 你能看出 这球无前又是被对方的一个远头犯规 而且这个犯规动作还是挺大的 关键这个球已经肯定是完全失位了 这球关键是他是这个左腿蹭到了 蹭到了无前的右腿上 上面并没有问题 关键是底下 就是咱们都知道在投篮的时候啊 这投篮人最怕下盘被侵犯 容易造成失去重心 现在呢无前可以放开打了 因为就算是四次犯规 真是领到第五次 实际上也问题不大 对 而且确实这个比赛目前来看 对无前个人的锻炼意义并不是那么大 他甚至说可以把时间让给其他年轻球员 现在无前是六成的命中率 然后罚球是百发百中 你再想想他投那些球的难度啊 咱们这边话音未落好 无前就下场了 那么换上了球战动 今天就是用双后卫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 因为咱们实际上今天周鹏和可兰白克缺阵了之后 本身就需要有很多球员往上顶 然后呢再加上高尚又没在 所以咱们二毫倍上的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多 这个有点较劲了 这个有点不应该啊 因为本身就是热身赛嘛 陆文博呢今天给的时间并不是那么长 上来之后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擅长防守的球员 你想通过这个好防守稍微表现一下 但是对面这边就感觉情绪不太好 我这边韩德金也给换回来了 哎 确实咱们说这比赛呢 大韩也没有必要打很长的时间了 他肯定是进入咱们亚运会的 正选名单的球员 大韩这球员就是真是一点价都没有 按说他作为一个老将这种垃圾时间的比赛 他完全可以不再上 好球正面又是一个远号 但是呢就是只要教练需要 韩德金永远都是无怨无悔 你什么时候让我上我都是认真打 周展东也是投中了个人本场的第二个三分 这边 还是守一个二三连防 这韩德金可以呆在篮下 不用这个顾忌需要到上线去防挡拆 是 我的好球 虽然没打成啊 但是大韩这个传小球真的是有一手 没错 哎呀这又 就说了 这个确实没有必要打到这会分差这么大 这球在要位的时候啊 因为这球还吹了胡金秋进攻坊 因为他要位时候呢没有太对上 所以对面球员是处于一个就是失去重心的状态呢 然后他在这种情况下还去搂了胡金秋的腰 波浮odi 担扎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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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对面这攻联防 已经算是攻到需要出手的位置 但是那个队位他确实打不了 那天掉 还是加击打 都打到这会儿了还加击 还能听说你们让我攻一个等手 可惜啊实际远端是早已经出了机会了 但是这会儿可能球员在转移球上 也不会那么特别耐心 可以理解 哦 这球一次成功的防守啊 球最后应该是打在摩尔的身上 造成对方一次失误 确实啊打球人多的中国队在这个越往后打 这体能和这个比赛欲望上的优势越明显 没错 大汗那边也很执着啊 对 这球走底线啊 对面球员上的夹击 形成了反规 这样的话呢 对面的